今天要來開箱 位於馮甲夜市 全新開幕的19號市炙燒牛排館 我想這邊排餐全部幫我來一份可以嗎 那是全部嗎 真的全部來一份嗎 對對對 號稱擁有全台最大 高達7公斤的現烤牛排 只要260元 牛排自助把費全部吃到飽 沙拉吧 肉燥飯 蛋仔麵 蔬菜全部吃到飽 大胃王挑戰排餐全品像 到底能吃幾盤呢 大家好我傑克 現在人在台中的馮甲夜市 今天來到馮甲夜市 想要挑戰一下夜市牛排 可以吃幾盤 剛好我找到一間在我身後的19號市牛排館 這間好像是新開幕的 之前馮甲夜市沒有 然後他店內有一個全台最大牛排 號稱快要280盎司 7公斤牛排 如果一個小時內吃完就挑戰成功 失敗的話要付8888元 但是我一個小時內一定吃不完的 7公斤太多了 我今天跟我的好兄弟 吃飯兄弟一起來 他們準備要來挑戰這個 全台最大牛排 那我今天也順便來拍一支影片 來挑戰看看 可以吃幾盤他的牛排 順便看看我可以吃幾盎司的牛排 聽說他的蜘蛛巴巴費也超豐富的 而且他價位蠻便宜的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開箱看看吧 在影片開始前可以按讚追蹤我的頻道 想要知道有更多動態可以追蹤我的IGMB 那我們直接開吃吧 好我們現在進來這間全台最大牛排館了 他中間蜘蛛巴也有很多料 剛剛看了一下就是有些大拉區 他的肉粥放在鐵板面是吃到飽的 還有一些烤吐司 跟一些簡單的蜘蛛巴 我們等一下一一再來介紹 然後這張就是他的菜單 非常大張 今天沒有要挑戰這個全台最大牛排 要價8888元 因為我已經會失敗 但我會過場 我們今天挑戰一個簡單的 就是我們他的排餐都點一輪 大概12樣比較少 還算可以吃得完 他這邊最便宜的排餐 基特牌跟助理器260元 牛排也只要280元 非常的划算 那我們先從排餐一一吃起吧 他這邊先點他上面的四款招牌 開始吃 那我們直接開點 開點什麼呢 我想要這邊排餐全部幫我來一份可以嗎 全部嗎 對對對 好 你們這樣全部排餐 每一份都來的話 大概是幾盎司 很多耶 因為這個就10加20就超過 這30再加這些就很多 喔沒關係 那都幫我 剛幫我各上一份 要真的全部來一份嗎 對對對 好 我們先一開始他上面的四份排餐上桌了 這裡總共是他的20盎司的巨無霸厚切牛 還有他的標準沙朗厚切牛 跟德國豬腳和牙胸 這邊應該加起來快50盎司 我們先挑戰第一輪 他每一份都有附 薯條 杏鮑菇 蛋根 貼板麵 還有菜 然後我們在吃之前先來介紹他的自助寶 先來吃他的沙拉 他的沙拉大概有就7-8種 沒有我最愛的美食的菜 可是他有這個 au du 還蠻脆的 蠻開胃的 他這邊飲料也有很多種 而且他有珍珠跟仙草可以加 我剛剛做了一杯珍珠奶茶 現在來喝珍珠奶茶 他珍珠是那種小珍珠 他蠻Q的 還有這個無糖多分紫茶 無糖好喝 現在來喝奶油玉米濃湯 他這個喝起來是蠻甜的玉米濃湯 然後裡面有培根 洋蔥玉米還不錯 勾芡算蠻重的 然後他的牛肉螺頌湯 哇他牛肉的酸湯料超多的 滿滿的蔬菜跟牛肉 而且也是很濃郁的一種 他這個羅宋湯味道超濃 而且他還蠻辣的 他那個黑胡椒的味道超濃郁 尾鏡都是黑胡椒的那個辣味 我們現在吃他的第一份排餐 招牌沙朗後切牛 他的每一份都會附鐵板麵 但是我覺得鐵板麵太多了 我沒辦法吃 所以我就叫他不要上鐵板麵 但是他的蜘蛛巴都可以自己裝 還不錯 他這個杏鮑菇是用那個跟那個紅色泡菜醃漬的方法一樣的 這樣醃漬出來的杏鮑菇超好吃的 很夠味 而且他超Q超辣 他這個厚街上的牛吃起來就是非常的厚 咬下去還滿軟嫩的 那個牛的香味非常香 還不錯 好我們終於把第一份的主餐吃完了 現在來吃鴨胸 哇他這個鴨胸還滿厚的 他鴨胸一塊還滿大的 他那個鴨皮的油非常的香 然後他的鴨肉滿有嚼勁的 因為他很厚 你每一口咬 都可以把那個鴨皮的油 跟那個肉融合在一起 真的很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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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吃20盎司的G58厚切牛 他就是兩份厚切燒烤牛 價錢560 跟剛剛的380比起來 就貴了180而已 他這個柔軟度吃起來跟夜市牛排的也還滿像的 像夜市牛排都會特別的軟嫩 然後那個牛的味道還滿重的 很濃郎 撐的 十五更加烤牛排 比較多 非常美味 最後一份 幸運 我們就財 Santos 要不再加烤牛排 哇..22盆 plotting吃完了 這盤超多的 吃一盤就很有飽食感 先來吃它這碗麻油雞 它這個是消費750不打卡就送的一碗麻油雞 哇它這邊連麻油雞都超大 它這邊所有尺寸都要做最大的 它燉得很嫩 一咬就化開了 這個燉得剛剛好 喝一口湯它麻油的味道全部衝到我的腦裡 超重的麻油味偏油 這碗真的很補 它的酒味還蠻濃的 喝起來還蠻順口的 先來吃這個超大德國豬腳 來吃吃看它的豬腳 來試試看它有這個醬 這個是蜂蜜筋膜加番茄醬 吃起來它那個蜂蜜的味道非常的重 我非常的喜歡 蠻甜的 它豬腳吃起來是那種煙心過的蠻重的味道 然後它皮不是那種酥脆的 是比較有Q彈咬勁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皮要配著瘦肉一起咬 然後要沾它的超好吃蜂蜜芥末醬 好我們豬腳快吃完它 吃完這盤它的招牌排餐我就吃完了 然後等一下就點它的其他八種排餐來吃 然後我來吃好了 然後我來吃好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吃吧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豬鯉雞 它這個店裡只要260 是店裡最便宜的排餐 誰要花260 這些自助吧飲料都喝到飽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很薄的那種豬鯉雞 它這個一絲就化開來了 它完全不用切 它超軟嫩的 咬下去在嘴裡就是有點化開的感覺 然後它的豬鯉雞沒什麼味道 就比較原味豬肉的口感 直接加它的蘑菇醬 我直接裝了兩碗醬 配著這些排餐吃 這個豬鯉雞實在蠻爽的 只要260 現在來吃它的自助吧 肉燥燙豆芽菜 超爽 它這邊有兩種蔬菜 窩具跟豆芽菜 你也可以拿沙沙巴在那邊菜 都拿去燙 加一點肉燥就好吃 自己燙的豆芽菜很脆 好吃 它的麵條可以在這邊自己燙 燙完你要加蘑菇醬 或者是黑胡椒醬都可以 做成鐵板麵 我是加肉燥 變成那種淡仔麵 它的肉燥肥瘦都有 你可以自己選部位 很爽 它肉燥很大塊 我們直接吃 鴨血 豆腐 現在來吃280元的雞排 它的排餐都是用烤的 表皮烤的蠻酥脆的 還不錯 現在來吃最普通的 他們的沙朗牛 280元 這個沙朗牛吃起來跟剛剛後切的 就是後切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它的肉汁會比較多 它這個肉汁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味道一模一樣 好 好我們現在吃第八份排餐 我們來吃這個 挪威鮭魚 煎的看起來不錯 哇超大塊 這鮭魚很多汁 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超脆的魚皮 超脆的魚皮 現在Aaron哥要來吃他的 你是什麼 蠱嘟牛 這個辣的超過癮 它好像是用麻辣鍋的鍋裡下去 煮這個牛肉的感覺 我覺得蠻有創意的一道料理 好 好我們現在來吃冰島鮮魚 它今天骰子牛跟海大蝦賣完了 所以我們只點了11份排餐 加攝影師點了總共12份 哇這個鮮魚表皮也是煎得蠻脆的 鮮魚入口即化很爽 首先我們可以用來吃冰島鮮魚 哇 好啊 我們鞋魚吃完了 剩下兩份排餐 我們先來吃它的三隻小豬 三隻小豬就是戰斧豬排 看起來還不錯 它沒有到很大 大概一口一個 我們直接把它剋光啦 現在還是最後一個排餐 無刺是沐浴 牛排店有這種絲木魚當排餐的很少耶 而且它的還是沒有刺的 絲木魚肚的油脂的部分配著旁邊一起吃 唇齒流香 整個魚的香氣都在那裡 這個超好吃的 好啦 我們排餐吃完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蜘蛛吧吃一吃 去外面做個結尾 好 我們現在去吃甜點吧 好 我們現在來喝它的仙草奶茶 珍珠奶茶 雙氣淋加脆片 那我們這邊吃的差不多 我們先去外面做個結尾吧 哇 好 我們吃完啦 現在準備要回台北 人在高鐵站 那剛剛吃完它的全品項排餐 我覺得我最推的應該是它的鴨胸 它的厚切牛排 它的鴨胸的那個鴨皮 烤得非常的香 咬起來會讓鴨肉更好吃 然後切牛它的肉蠻厚的 所以咬下去肉汁會比較多一點 牛的味道也蠻重的 我蠻愛的 然後它這邊也非常的便宜 點一個最便宜的260元的排餐 雞腿排或朱鯉雞 就可以自助吧吃到飽 我看剛剛很多人 就直接裝了一大碗肉燥飯 因為它的肉燥真的不錯 肥肉瘦肉都很多 直接裝一大碗肉燥飯 再搭配它的鐵板蘑菇麵 再狂吃它的沙拉吧 260就可以吃得非常的飽 珍珠奶茶 鮮草飲料也蠻多種 而且都不錯喝 它在台中也有很多間分店 這間剛好開逢甲夜市 還蠻方便的 來逢甲夜市 剛好順便挑戰一下它全品項 那我吃完的感覺就是 我還要再繼續磨練一下 下我的食量 現在目前還沒有辦法挑戰 它的7公斤牛排挑戰 希望有一天可以練成 把它的7公斤牛排給吃完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啊 那還想看我看一下什麼挑戰 或看一下什麼餐廳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是傑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